就像蜘蛛網從小角落蔓延到整片天空 還散發紫色光芒 瞬間把天色照得通亮 男的成員蔡陳佑目擊這一幕 也說這天空他可以說一輩子 高雄旗號下午又是打雷又是暴雨 為了避免設備漏電 高雄啤酒節還一度中斷演出 粉絲也在臺下凌晨落湯機 中央氣象署表示冷心低壓八號通過臺灣 五號雷雨更為劇烈 甚至可能有冰雹的出現 八號最不穩定 五號雷震雨範圍大特別是山區 中南部和大台北地區 九號區域比較小 集中在山區和中南部 十一十二號轉成西南風 東北部東部大臺北容易有五號雷震雨 比較容易有颱風生成的環境 我們預期在下週開始 就會逐漸建立 那主要就是在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這一帶 會漸漸形成一個有利於颱風生成的環境 下週可以觀察是否有熱帶系統的發展 但天氣陰晴不定也出現難得景象 三立請問黃啟超 胡適107人 SNJ小組 綜合報導 明天啟超 一半 因為傳統的不準乎 圖表